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发现到越来 你因为人生越来越不同的阶段嘛 那你越来越把房子当作你的一个居住的很重要的 空舒适的空间 那最后一个房子 特别是我退休宅 那我觉得我进屋 我干嘛要再来赚钱呢 我现在要花钱啦 你为什么不想说当初这个 把这些房子卖一卖就跑去深坑 可以买超级大的别墅之类的 那打扫多辛苦啊 没有 那就买小一点 可是深坑便宜嘛 那可是不是便宜 一两千万就好 然后我现在是 我这个第十个房子最主要另外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爸爸还在 所以我又不能 对 不能太远这样子 对 大概走路五到十分钟 而且你没有把全家搬过去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嘛 那我爸爸还在那边 还在原来住的石楼 所以我当时还担心他就说 他有点心里会有点压力 都不太有那个 结果后来他还好 因为机会很近 所以我选择地点这个区位 也是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我要必须看爸爸在一起 好 所以你看 跟自己的需求最重要 中小时换到第四个房子 还是要以需求为主 你还是只能留在文山区 你不能到中南部 可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 跟过去最大的差别是 它有一个很好的会馆 那我因为退休了 我想我会使用游泳 游池 三温暖 健身运动等等 等一下我就要吐你吵了 对你们社区有几次游 那还没开始 因为 因为还没有交 还没有完全交 可是可以用吗 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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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等要完全交到管委 我们还没成立管委会 我们私下才说 因为这个东西是建商的问题 是是 不过我强调就是说 当第一个是他的环境 户数还好 大概一百多户 不到两百户 其实你现在可以用了 因为以你们现在目前的规模 买进去就是可以用了 否则 不行 因为他必须要交到管委会 我们还是管委会还没成立 不是何一说我这样写 要成立管委会才能交 不过你没有成立管委会 他就交给你 到时候谁负责 换一换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点交嘛 那就是建商的问题 对建商要花点时间了 不过我想应该快了 所以公设只是其中一块 那可是更重要是因为 我那个房子 我那个房子 那户数大约就是也还适合 达到可以管理 那个会馆的这个目的 那主要这个房子本身是原来三拼的 那后来我们因为顶楼有点斜坡 所以我们前面变成一个大的露台 那变成三拼 变成两拼的在顶楼 所以这个房子本身是很好的 按下爱心 存下你喜欢的物件 降价马上通知你 找到你想要的房子 都在聪明买好房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